目標1,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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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很大的旅程 由9,800點到1,000點 中間已過了12年時間 所以很難得今年 能夠開到1,000點 其中一個很大的定位 就是能夠便利每一個人下 所以希望僅有一間戲座間 會否去到1,000點 目標完畢 其他都不是 因為現在已經去到1,000點 我們都會繼續開 我們今年或今年都會繼續開 最主要來說 我們都能夠找到位置 方便到顧客的需要 提供便利的服務給他們 要大前提 第一件事 其實遊客對我們都會有直接和間接影響 譬如尖沙咀區、銅鑼灣區、旺角區 少了很多客人 直接影響了我們生意 間接的影響 就是舉例傳統設計 銅鑼灣區 舊時很多遊客 舉例是珠寶首飾的售貨員 其實有很多生意 有很多委託 你現在沒有生意 沒有委託 其實消費都會少了 都會謹慎 第二個部分 其實就是夜間的生意 因為其實social distancing 其實現在我們都去到10點 其實很多晚上的客流 是少了很多 所以特別一些傳統 可能你說中環南桂坊 一些灣仔 左噸油尖旺 其實晚上生意的確跌了下來 第三個方面 其實是地鐵 其實你們都看到 其實地鐵去年人流 去乘客量跌得最厲害 那時跌了三成 那些直接都影響到我們 因為很多人其實就work from home 就不需要搭地鐵 由於家裡去這個工作地方 變了少了很多人搭地鐵 那些直接就影響了我們地鐵站的生意 所以其實現在這樣的情況 這三方面都未完全適合 你都知道 其實現在某層面上 我們已經去到1000點 反而我們各級最大的宣傳渠道 反而我們自己分店的網絡 因為其實顧客的體驗 才是最好的宣傳渠道 因為口碑更加重要 所以反過來 我們未必在我們很早的階段 用很多的TV commercial 去掌握注意 我想整個市場的生態都已經轉變了 所以我們未必只把資源 放在傳統的媒體做交易 相對如剛才你說 我們都放多了資源在社交媒體 甚至乎我們自己的Facebook專頁 去做的交易 去分散一些 用多些不同的平台 接觸不同的顧客類型 反而是我們這一段的 一些宣傳的策略或者做法